好,現在由於這一點的雙打 陳宏林跟林佑朗第一局 後來居上,後勁十足 21比17拿下來現在進入到第二局了 現在雙方是2比2評審 這一局如果拿下來的話 中華隊就可以在這場比賽 以3比1團體賽打敗印度隊 而且現在我們的球評廖教練也有提到 我們的位置換了 風向也許對中華隊選手會有利了 互換場地了 原本在面對鏡頭那一邊 包括上一場比賽的 宣義也是一直打出界外 可能有順風 那現在等於是有點少逆風了 風不是很強,但是有些微的一些影響 應該不會那麼多底線出界 所以你就可以放手了 去攻擊,還有放手的往後推 往後推 我剛剛一直在往 對,像剛剛宏林一直在壓著他們 對 5,5,5 好球 對,反應非常快 這個球 出界 結果還是出了邊線的界外 現在等於是4比4,雙方平捨 至少底線的部分會稍微顧好一點 不會是被順的風吹出去 今天呢,11月13號 廣州亞運會的第一天那個賽事 中華隊就有出賽了 當然我們今天最有機會會產生獎牌的是 女子舉重 就是在北京奧運奪童的 48公斤級的個頭小小的陳偉林 他今天會有出賽 那這時未來電視網會為大家做轉播 女子舉重的部分 請觀眾朋友呢,持續的鎖定我們的頻道 因為他出賽的時間 原本預定是在下午的2點30分 那未來娛樂台會為大家做轉播 不過這個大型的運動賽會 像廖教練也知道 有時候時間沒有辦法那麼的準確 大家鎖定我們的頻道 就是如果前面的有delay到後面 或者是什麼樣的狀況 就可以看到陳偉林的舉重 那至於今天第一天 中國大陸對地主就已經有拿到了兩金一銀 已經有陸帶了 日本到目前這個初步是 也有一金兩銀一銅 或四面獎牌 韓國也有一金一銅兩面的獎牌 就是上一屆的獎牌數 金牌數也是一二三名的 就是中國大陸、韓國、日本 結果這一局現在是中華隊的雙打6比8 兩分的落後 其實中國大陸對在這一次的廣中亞運 他們東道主啊 他除了卡巴迪這個項目沒有派對 其他每一項啊 他通通都有派對參加 所以他們這個代表團快將近一千個人 對對對 九百多人 不過韓國人更狠 更狠 超過一千人跟你拼人數這樣子 好啦我們希望中華隊這個雙打加油 好 目前這一局的比數8比8平手 今年的廣州亞運有四十二個比賽項目 四百七十六個小項 就是 所謂小項就是羽球就算一項 那裡面也有分 對不對 南丹、女丹什麼 那就是叫小項 小的項目 中國大陸隊是只有卡巴迪沒參加 不過卡巴迪上一屆多花亞運的冠軍 就是印度隊 厲害啊 8比9現在又落後一分 現在4比8 10比8落後兩分了 這個球 有一點衝得太快 這一分拿下來 直接打到對方的腳邊 10比9 不過在第一局我們一開始 也是8比11的落後 在前面 不過後來演出逆轉 21比17 追上來 那也不能每一局前面都落後 好 很辛苦 太辛苦了 洪林這往前抓得非常地棒 10比他有這個意識 就是對手 會往那邊打 所以他有意識地說 他已經準備好了 陳洪林戴著眼鏡的這位選手 看起來很聰明 他是一個很優秀的一個選手 因為在2008 2008 馬來西亞超級杯的時候 他們有一個票選最佳運動 以球員 就是他 結果 票選出來就是我們的陳洪林 陳洪林 他不但是以技術還有比賽的態度 好 所以 那時候好像是他 在跟那個 就是馬來西亞的李中緯 兩個人 最後就是他們兩個人領先的時候 好像到最後是投票 是 最後陳洪林拿下來了 結果好像裁判長投給陳洪林 是 好 11比10 中華隊這邊領先休息一下 馬上回來